請大家分享 拔起給大家看 下下去繼續保持慢火 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看到有三樣材料,雞腿肉,薯仔,洋蔥,明顯是薯仔炆雞 有什麼炆蠔,炆蠔,炆藍魚,用以上材料做白汁薯仔回計丁 星星喜歡煮西餐,又不是西餐,都是簡便的菜 昨晚煮飯,預備今晚的材料,今晚下班,只有我和女兒吃 整定了,一回來馬上可以做 薯仔放入微波爐盯20分鐘,薯仔盯緊之際,今日的材料相當簡單 這是雞腿肉,用碳鹽水解凍,起皮切丁,洗乾淨晴乾水,用豉油大粉糖醃 然後用保鮮紙包在冰箱,今日可以用,切少少洋蔥絲,少少甘筍,用來點絕一下 今日用一個簡便方式和大家做白汁,最簡便是拿罐忌廉雞湯出來做 我們在外面做,打個麵拌,開個白汁,用牛油麵粉打個麵拌 在家裏做減便餐,用減便食做,開了先 為何在外面做要用麵拌做呢,白汁特別是港式茶餐廳 因為成本較輕,因為成本較輕,如果用雞忌廉湯做成本便很重 薯仔盯了20分鐘,拿出來看看,軟了 這個菜,薯仔夠軟,是關鍵,所以切細粒或薄些都不要緊 現在開始煮,第一步煎封雞丁先,燒熱鑊,給適量油,不用太多 現在放雞丁下去,攤開,不要動,先煎封一分鐘 煎封一分鐘後,反另一邊,務求鎖住雞丁的肉質 這個很簡單的白汁會雞丁其實有點類似 大家食西餐有沒有食過一個叫做雞王飯 以前舊式的懷舊飯,以前舊式的懷舊餐廳都會有雞王飯吃 白汁雞丁,薯仔,會跟著牛油飯 雞丁煎封到有幾成熟,現在可以撕起它 雞丁撕起了,現在落洋蔥下去 把洋蔥下去,洋蔥都要慢慢火,將它炒至軟身 炒至軟身,炒至軟身,下忌廉湯下去 下忌廉湯下去,繼續保持著慢火,將忌廉和洋蔥稍微慢慢火,煮鬆 煮了三十秒,慢慢推開它,將剛才薯仔和水全部落去 這段時間,下水下去,收慢一點火,用手不停慢慢把忌廉和水混和 放在這裡,讓它煮至軟身,當白汁滾起,放雞,用白汁熱度將雞慢慢煮熟 這個過程煮至分多鐘便可,讓它滾起,雞煮了一分鐘之際,現在差不多了 大家不要看,不要看以為很稀,很多水,煮好不會有很多水,因為有薯仔 現在放大火,這個菜調味很簡單,白汁都落黑椒 把整個白汁的味道提升,大家吃到這個味,一定會聯想到一間連鎖式賣雞快餐店 這樣便可以煮熟成雞王飯,這樣便可以起了 盛起給大家看,如果喜歡吃芝士,這段時間加芝士,是不是好似 用來攪意,用來攪意粉便可以,用來攪飯食便可以 白汁、薯仔和雞丁便完成了,這個味道絕對吃到,外面賣炸雞去一間餐店 肯德雞,雞王飯的味道,因為我女兒很喜歡吃,經常叫我做,我偶爾做一餐給她吃 有很多外國網友,這類型的食材都很容易買到,有機會煮給小朋友吃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大家看我星星的頻道,喜歡吃白汁的網友,給個like我星星 喜歡吃肯德雞王飯的網友,訂閱我職人吹吹的頻道,幫我分享白汁薯仔烏雞丁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多謝收看,拜拜